大家好,我是唐凤 很高兴透过远去预录的方式来参加资色会 资料驱动转型研讨会 首先,我想恭贺资色会 刚刚过43岁生日 在我们卓执行长的带领之下 以数位转型化育者的价值定位 赋予产业转型能力 像是教练这个角色出发 朝向第三方协力机构的定位迈进 我们上周六刚成立了数位部 未来数位部的产业署跟资测会 将会有非常多合作 彼此相辅相成 希望能够借此协助各行各业 促进数位转型 资料治理是全民数位任性的核心主轴 也是企业数位转型的重要驱动引擎 很高兴资测会举办这场 以资料治理为主题的研讨会 因为我们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就是数据公益Data Altruism 数据公益指的是 如何把不设隐私 无关各资的数据 Non-Personal Data 有更多创新 有公益价值的应用 这个需要大家来共同努力 克服各种各样的挑战 前些日子 宪法法庭已经宣告 健保资料库急需各资监督的机制 要求建立这方面的法治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在应用数据的时候 就必须要有明确可以遵循的原则 确保进入隐私强化技术 PETS的处理之后 任何应用者都无法再次识别各资 为了促进数据公益 也需要有相关机制 鼓励大家愿意主动提供资料 经过隐私强化技术处理之后 变成无关各资的数据 这样子在进行公益运用时 社会才真的能够放心 举例来说疫情期间我们也用到 运用AI协助医师快速判读X光片 就是靠全球各国的热心民众 所捐助的资料 共同建立机器训练的数据模型 只要建立好这样的机制 未来捐赠数据可能就像捐发票 让任何人都更容易捐数据 做爱心 此外 现在欧盟已经有保护各资的GDPR法规 美国政府也正在研议联邦级的各资法 未来数据公益势必要符合国际标准 才能够跟世界接轨 在当今的国际形势几下 台湾是民主阵营收信任的伙伴 我们更要积极跟全球的民主盟友 不是只是在晶片上面 或者是在硬体供应链上 在数据上也要共同合作 至于透过零知识证明安全夺方运算 同态加密 这些先进技术 来达到绝对无从识别 以及大法官所要求 三年之内建立各自专则机关等等的议题 都有来各位积极参与国际的标准制定 确保我们在最新国际形势当中 是以最受信任伙伴的姿态 向全球展现台湾价值 很高兴看到资测会注意到这个趋势 从数据公益角度出发 关注资料治理的基础工程 并且举办这一场研讨会 提出资料驱动喘情这样子的倡议 也能够扮演好资料生态推动者的角色 期许资测会可以持续投入资料治理的研究 推动工作促成利益相关者 彼此互相协作 希望在座各位跟我们共同努力 结合政府和民间的力量 透过全民协力共创资料治理生态系 在此祝福论坛活动圆满顺利 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长盛 Live long and prosp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